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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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0號 下午4點18分 我江智山 正想向唐心如小姐求婚 不知道唐心如 唐大小姐應不答應我 以前是我不答應我活該死 整天怪我做事一點都不理你 一點生活情緒都沒有 看你怪我活該你不罵我 算了, 以前的事沒想看 什麼算了?我考慮得很清楚了 不過, 總之美國波子結束之後 我立即申請回香港 你做什麼我都不干涉 還陪你去那個什麼塔塔島 馬泰爾塔塔群島 對…馬泰爾塔塔群島 李宗盛 李宗盛在哪裡? 小心點 老婆, 我想抱抱你 你們這麼早? 方姨早安 早安, 方姨 早安… 姐夫, 你的腳沒事吧? 放心, 沒大礙 醫生說我沒事了, 早點放假 早餐沒有, 給我餵你 生理, 拿兩份出來 謝謝二長 來…老婆 阿娜, 聽說我好事 一仔這麼快就搞定了 看看你, 只顧著說話 謝謝老婆 觀音廟真是靈 遲些就記得要去還神 方姨, 你又去拜神了嗎 你方姨她 不然初一、十五也會裝出香 要不然我去求觀音保佑 你們兩人有這麼和順 子清, 尤其是你 以後不要這麼任性 知道了 老婆, 別這麼早就長氣 別以為自己是兒婆婆婆 人家怕了你 醫長, 唐嬸不怕的 她很喜歡人家長氣 是嗎 謝謝… 真是別說我老土 結婚是人生大事 兩位要怎麼搞 一定要穿婚紗 女孩子穿婚紗最漂亮的 我也是這樣說 穿什麼都漂亮的 最重要是穿一個好的日子 好像有電話聲音一樣 是我手來電話 好 我昨晚等了你一整晚 不好意思 我很悶, 記上意見你 今晚我有話想跟你說 坦白說 跟你在一起我真的覺得很開心 可能我不會怪你 其實你應該回去哄阿蘇 你們兩個都這麼小一個寶寶 應該還有一晚 你怎麼突然變回賢仔娘母 你想勸人回頭是岸 我自己好, 也想你們好 你們有點風趣 我想你不是很知道 遊戲規則是怎樣 一天還沒說停 一天還沒說動 一天還沒動 從來只有我騙人 沒有人可以騙我 雖然我知道女人是靠不住的 但是沒有女人 我會很寂寞的 那你留下陪我吧 我知道你還很想念我 我見到我老公之後 我心裡已經很不安心 我不能再做些對不起她的事 還有, 我已經跟你說得很清楚 你以後也別再叫我 真的這麼絕情 你幹甚麼 我們說過的 合則來不合則去 大家都不需要給大家負責任 你聽不到我跟你說甚麼 我一天還沒說停 一天還沒想動 那你想怎麼樣 你要是女人嘛 你外面還有很多 你老公是男人 我也是男人 你這樣說甚麼意思 沒有, 我就是說 既然大家都是男人 找人就約出來坐下 賢假一下, 看誰對你比較好 你不要亂來 為甚麼你要這樣做呢 我不想把遊戲這麼快結束 好, 我告訴阿蘇 你說, 我打算離婚了 他知不知道我根本不歪 但是你不一樣 你還打算和你老公從頭來過 你的臉破壞 對你沒甚麼好處 你… 我們以前那麼高興 就繼續高興下去吧 早安… 阿蘇呢? 她被大老闆帶進房間 甚麼事 就上次跟蹤太高那件事了 現在我們被人告, 高層震了 我想張小姐要負責了 其實做的事, 每個人都說話了 現在碎了, 就找人來祭旗吧 我把稿子交給我 你跟阿蘇說一聲吧 你不用等她嗎 我不等了, 我趕時的 好, 再見 送你交稿 是呀, 我已經交給你秘書了 稍後再找你 子清 是不是你的? 你在哪裡撿到的? 好, 放在地上撿到的 我記得有條差不多的 那就問一下, 看看是不是你的 是呀, 是我的 一定是上次交稿的時候 不小心掉了, 我不知道 那下次小心點 對了, 法官的事怎麼樣 你不會有事吧? 你也挺關心我 我們是朋友嘛 對呀, 我們是好朋友 你知道現在的時勢 要有真正的好朋友很難的 有些人表面會不會對你好好 但可能背後會插你一刀 出來做事就是這樣 總之凡事看開一點就沒事了 如果我看不開, 也不會捱到今時今日 我看不見了 我看不見夢衣 很好吃 不錯 Mr. Mo, 苗小姐 想把書籍改為星期五 問你有沒有問題 她已經改了幾次了 是呀, 不知道她是不是有心想看 很多人都是這樣 明知有問題, 但也不想面對 可能她知道問題是不能解決的 請她進來吧 Mr. Mo, 你的客人到了 請她進來吧 我想心理專家 沒理由不聽她哭人說的 不聽她哭人說的 我想心理專家 沒理由不聽她哭人說的 那你有甚麼想說 我有一個朋友叫King 他激怒了一個女朋友 叫Queen King很有誠意 希望Queen不要生氣 但Queen沒有騷擾她 連電話也沒有打給King King甚麼都做過 哄過哄過 哄過 連送花這麼老套的事都做了 但Queen一點反應也沒有 那Queen想怎樣呢 他要King怎麼做才肯原諒她 繼續吧 我已經說完了 我等你說吧 心理專家不一定要說話 對著某些客人 最重要是讓她發誓打她變態的心理 那你就當我是變態 你要怎樣才不生氣呢 我開始懷疑你有一點精神分裂 你究竟是說你的朋友 還是說你自己 那你可不可以教King 怎樣才可以求Queen呢 我想你朋友都沒得救了 對著她的心理 連送花這麼老套的事都做得出來 其實兩個人是否可以在一起 不是說送甚麼 是說誠意 如果沒有誠意的話 送一層樓也沒意思 不知道有沒有誠意 五百顆星星 摺到我的手指也中了 這條橋的腦子比較老套 不過我真的很有誠意 希望你不要拿 你知不知道我這麼大的兒子 都不會做過這種事 五十五個半? 五十五個半是阿俊 那些星星我接 五十五個半 阿俊, 如果裡面真的有五百顆星星 每一顆就是豪幾字 徐Sir, 你的誠意真是值錢 你這樣做好了 不要這樣教你的朋友 要不然肯定失去幾錢重 不好意思, 我還有約會 如果你還有話想說的話 麻煩你出去約時間 謝謝你 你看我的朋友 謝謝你, 你做不到的了嗎? 你幹甚麼啊? 那些百分之心 我叫很多, 你知道嗎? 我多拿誠意出來給他看 你以為現在是銀行按機嗎?說拿就拿 我問你,你平時要怎麼給誠意呢? 其實我也不知道你女人想要些甚麼 誠意,是你們玩死的 女人,給意見吧 我想她想你緊張她而已 我現在還叫不緊張嗎? 可能覺得你以前不夠 以前真是沒話可說 那現在再給她多點吧 怎麼給呢?連說談話也說要預約 早晚會弄得我心理有問題 不說了,我先回去,慢慢來,再見 你說她們倆會不會散開嗎? 你不用擔心,阿君很喜歡阿徐Sir的 鬥氣鬥得多,也傷感情吧 你以為是不用製造一些機會給她們嗎? 你說呢? 不知道我最近的醋還愛我打球 你真是死我了,看得怎麼樣 待會打完球就做好東西給你吃 好嗎? 怎麼這麼巧呢? 我們心有靈性吧? 你們不是這麼老套嗎? 打網球怎麼很老套嗎? 我女朋友來了,一定打拼圍吧 又是熱心 怕抽筋嗎?來 不想見到我,就跟我走吧 我來的目的就是打球 不會因為誰在這裡而不打 徐Sir,你太高虧自己了 我想喝一杯水 玩了這麼久,你玩夠了嗎? 挨又挨過,哄又哄過 你還想我怎麼走? 我說我有誠意 我說我對我們將來有信心 你又不相信 將來的事是誰知道的 多少人世神劈腸 我一樣分手收場 總之現在你喜歡我,我喜歡你 我可以心心在一起就行了 說真的 我對我仍然是否喜歡你 我自己很有保養 說你不是喜歡我 我不會生氣 我沒有吵吵 如果是這麼勉強的 那算了 我先去掉 小姐姐姐,早安 小姐姐,早安 小姐姐,有位姓徐的 想和你幫個時間 姓徐的? 對 什麼時候也行 不過徐小姐還想逛下午 徐小姐? 是女人嗎? 小姐就是女人 Mis Mo, 張小姐到了 請她進來 Mis Mo, 我好嗎? 這個世界沒有公平 當初一個人有份做 到最後只是解僱我一個人 我沒有這份工作不要緊 但是不要在這個時候 我和老公打眼官才欠兒子 每一個問題都有他解決的方法 我昨晚整晚都睡不著 但我問自己究竟我做錯了甚麼 最後我想到 我這身人最錯是嫁了這個老公 你壞人, 昨晚還笑笑地跟我說 讓我想像一下 將來寶寶抱著另一個人 叫媽媽就是我的滋味 就像之前我知道你外面有女人 我沒那麼生氣 我沒像這刻那麼討厭她 我現在殺了她 對了, 為甚麼我不能殺她 她死了, 我明天都光亮了 你應該明白暴力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其實一個人也不是那麼困難 我可以趁她睡著覺, 一刀插進去 再不然就騙她上天台 不用高, 二十樓而已 推她就一定會死 又或者把她的頭浸在浴缸上 再不然就把她在車上開死後 都可以的 阿蘇, 法師情緒有很多種方法 阿蘇, 但你這一張是罪不健康的 不是, 我發覺我可以出一本書 一百種的殺虎方法 等我回去想過一百種吧 下次回來告訴你 阿蘇, 我明明要先拿車去 阿蘇, 回來嗎? 阿蘇, 阿蘇 又說去覆診 去到日頭下山才回來 他呀, 醫生說他康復了 總是有人陪他上山領下山 甚麼事… 甚麼事, 甚麼事 甚麼拖手仔 很久沒拖手仔了 年輕的時候 經常跟你拖手仔, 記得嗎 阿翔, 整天… 這裡不拖, 那裡不拖 是不是虎玉雞哄老婆 虎玉雞, 說真的 阿蘇, 等阿清原諒我, 真可憐 你真是不怕人家燒你肉麻 好了…回來了, 沙莉, 開飯吧 是, 媽 謝謝沙莉 阿蘇, 你這次康復了 那要不要回美國公司燒假 那邊的事已經上了軌道 就算我不回去也沒問題 真的嗎 這樣就最好了 所謂夫妻, 當然是稱不利陀 我當然想 不過一定要跟老闆商量一下 行了, 這樣說吧 阿權 阿蘇, 你們倆夫妻分開了這麼久 現在在一起 有沒有想過生一個寶寶? 是呀, 生寶寶 生寶寶? 是呀 有兒子趁亂生, 你不小了 是呀…不小了 不跟你說 又不說 每次說你們都不說 梓青, 我… 甚麼事? 不要掛念你 拳, 你真的有沒有想清楚 什麼時候生一個拳仔 我當然是癢得發燒 賺著阿清而已 我上次已經跟你說得很清楚了 我知道你不會這麼絕情的 我再跟你說一次, 我們到此為止 我今晚必須去等你 你到底聽不聽到我說什麼? 你不喜歡來我這裡, 我來你這裡 我也想騙一下你老公 你? 說定了阿敏等你 送家齊 阿清, 吃飯了 車子 開飯了 我漏了些東西, 我出去拿回來 留下什麼這麼重要 吃飯了才去拿不行嗎? 飯都開了 你先吃, 我很快睡 再見, 小心 這件事真的不能改了 神神花花, 你就來了 好 我找到我去嗎? 怎麼樣?想去找我什麼事? 我想跟你說對不起 其實我跟你老公已經來活了半年 我沒想過要破壞你們,是真的 我只是想找一個人陪下 我沒想過有什麼效果 他在外面一直有女人,我是知道的 只不過我沒想過其中一個 會是我自己的好朋友 是我對不起你 但是我真的沒想過要傷害你 不過說話可以反過來說 無論是你還是其他無謂的女人 結果也是一樣 我跟他無論如何都離婚 你跟他真的沒得相互? 這種男人還值得我留戀嗎? 我還以為你可以勸勸他 我真的不想再跟他糾纏下去 但是他又不肯放手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才肯放過我 你跟他始終還是夫妻一場 或者你跟他說吧 他會忍聽你說的 你上來找我 我只想我幫你收拾這個雜貨 你犯了多風趣 是,是我對不起你 但是我已經沒辦法了 剛才他又打電話來約我 他說我現在不見他 他就想到我家找我 我不知道他說真的還是假的 我怕我老公知道這件事 你幫幫我吧 太遲了,你說什麼也沒用 你也知道,他和我都沒有感情了 我說什麼他根本不會聽 而且又是成年人 有什麼應該自己去解決吧 我跟他說過,他不肯 他說遊戲什麼時候結束 以後他作主 他一直都當自己是上帝 這樣吧,你試試再去找他 你再求他 滿足他大人的心態 當然,他可能會放過你 你知道吧,男人最怕見到的 始終是女人的眼淚 真的行嗎? 你現在跟我說什麼都沒用 我是幫不了你的 你現在唯一的方法 就是找他,跟他說清楚 我飛鴻放假,我去討寶寶 放心 是否一定會知道 好,我去找他 你怎麼這麼早就不睡 對啊,我在等你嘛 你怎麼說今天漏了東西? 我再拿了什麼東西? 拿了什麼? 你說漏了一些東西的 幹甚麼? 你怎麼收錢牌? 那怎麼辦? 你有沒有人找過我? 沒有 電話也沒有? 也沒有, 怎麼了?你等電話嗎? 不…不是 誰這麼晚打來? 打錯了 打錯了不用這麼用力 不如穿上去吧 讓無謂人打不來吧 當然沒有, 有甚麼重要事怎麼辦 怎麼辦? 不會的, 不會有重要事的, 不會的… 怎麼?青女, 今天失勢了 你不舒服嗎? 不是 我當的那種… 是不是紫青回來了? 是呀, 芳衣 你真是當成小孩子了 等不到門睡不著了 總之還是看見她回來了 我才睡得安心的 那好吧, 現在人齊了 那可以睡了 小孩子 你這麼晚怎麼了? 不要, 衣服全都不要 你卻撿三天工日白私撿嘛 不可以 行了, 我不扔所有髒東西, 我睡不著 不是呀, 衣服…不髒的, 還很乾淨 我說髒就是髒 你是不是忘了吃藥? 你別管我 好… 江Sir 宋家齊? 他不是你家姊的朋友? 大家到處看看 是, Sir 乾Sir, 死者沒明顯的傷痕 但是臉色白黑 初步懷疑是中毒致死的 他不是自殺謀殺嗎? 看來自殺對人 應該沒那麼好胃口 由於屍體還沒出現屍斑 相信死了不夠十二小時 那豈不是昨晚有九點多十點嗎? 看來這房子應該是女人出入 怎麼樣? 老頭, 這位葉先生 是他發言司體和報警 是呀, 我是住在旁邊的 今早聽到宋先生的氣質 防凍漫暗響 我打算拍門通知他 誰知看到門就沒有鎖住 我上手一推 看到宋先生躺在地上也不動 好, 那就趕快打三零九報警 他還說昨晚十點多鐘 看到一個女人在裡面出來 十點多鐘? 是呀, 之前這個女人我也見過的 是宋先生很風流的 周北池帶的女人來出入 葉先生, 麻煩你跟我們的伙計 做一做拼圖 好呀, 沒問題 這邊 阿海, 通知死者的家屬 看看有沒有料到 是, 上 嚴師報告出來 有了 李姐姐 我和宋家在一起只是普通的朋友 其他甚麼事我都不知道 你昨晚九點至半夜之間 你有沒有和宋家在一起見過面? 沒有 這段時間你有沒有和其他人在一起? 有, 我找過阿蘇, 只是宋太 沒有, 昨晚我斌妹放假 家裡只有我和嬰兒兩個, 沒人說 真的, 我真的和她在一起 我吃完飯, 打算煲點糖水 誰知發覺沒有雞蛋 所以我去問何太太借了兩隻 之後煲好糖水, 我用了一碗給她 然後我和她談了很久 不信的, 你們可以過去問她 她冤枉我, 她撒謊, 她一定是生氣我 她生氣你甚麼? 你和宋太太之間有私人恩怨嗎? 其實是我和宋太太之間的事 那死者呢? 你和她有甚麼關係? 如果你不說的話, 江Sir也幫不了你 其實我和她…不是找了一半人嗎? 大約半年前 我和我老公的感情出現了問題 他去了美國, 剩下我一個人 表面上我扮得很不重要 但是自己的老公不欣賞自己 有時候我也會覺得很寂寞 所以一遇到一個懂得欣賞自己的人 就特別覺得頭嫌 如果我告訴你 除了我小女兒之外 我也很喜歡看你的賣碼 會不會覺得我很幼稚? 你也會看, 你是律師 我還很童真的, 你也應該一樣 不然也不能說這麼好的漫畫 可惜不是人會欣賞 至少你先生一定會欣賞你 不然他怎麼會娶你? 坦白說, 我也不明白他怎麼會娶我 如果你真的喜歡看漫畫的 要不需要我送我一套給你? 如果我說想要你親筆簽名 會不會很貪心? 但是我會用一頓飯和你交換 如果我答應你, 貪心會變成我嗎? 你可以請我喝東西 那就當作答案吧 我其實也感覺到他對我是有意思的 他明知道我有老公 而我也認識他老婆 我知道我們真的不應該走在一起 但是有時候人就是這樣 明知道是錯的, 也要把他插進去 為了掩飾這個錯 我們也為自己找了一個合理的藉口 我老婆, 她真的很不瞭解我 我老公不是一樣, 她一點也不欣賞我嗎 可能大家都沒想過是長狗 所以我們大家都不覺得有包袱 但是直到最近, 我知道他太太要跟他離婚 他可能是蓬牆作慶的 你別這麼衝動, 衝動? 我從第一天認識他開始 我知道他很花心 只不過我好像其他幼稚女人一樣 以為可以改變他 雖然宋家柴的女人不只我一個 但是我也覺得自己是有點責任 阿權記? 你已經這麼大過人了 有些事是不可以錯的 我開始反省這段關係 我問自己到底應不應該跟宋家齊繼續下去 我和我老公之間是否真的完全沒得搬 阿權, 沒甚麼事, 這麼沉重 皮外傷沒有斷骨, 幸好 你從機場回來的 為甚麼會在西環撞車? 有人說那裡有一間甜品店 那些雙皮奶很棒 我打算特地買給你, 你喜歡吃 我老公回來之後 我知道我應該回到老公身邊 但是宋家齊不肯放過我 他威脅我 要把我和他的關係告訴我老公 我也不知道怎麼擺脫他好 我真的不想再拖下去 於是我去了他家找他老婆, 阿蘇 我打算去求他 或許他可以勸到宋家齊的人收手 宋太太有甚麼反應? 他很冷淡, 他叫我自己解決 那時是幾點鐘? 十點多鐘, 我不太記得 然後你去了哪裡? 然後我心裡很亂, 我就在街上走 但是你家人說你會到半夜才回家 就算你所說的事是真的 你十點多鐘離開宋太太家之後 到半夜才回家 中間還有三個多小時的時間 你去了哪裡? 我沒有去別墅 我真的怕他打電話給我老公 又或者他真的已經去我家找我老公 我怕你上來我就不敢回家了 是真的, 我真的沒有撒謊 就算你所說的事是真的 那有甚麼人可以證明? 證明?還要證明甚麼? 我甚麼都說出來了 幹甚麼?你們懷疑我? 你們懷疑我殺死宋家齊嗎? 沒有, 我真的沒有殺人 我沒有殺人, 沒有了, 沒有了 你冷靜點 給我找梓山來 梓山是我弟弟幫我幫忙的 梓山去哪兒?叫他來 快點, 你快點給我找梓山來 老公, 休Sir 我真的沒有殺人, 你們不相信我 休Sir 坐吧 記不記得這件案子嗎? 死者曹占是一個人門 我們問過所有跟他有關的女人 但是到現在都沒破案 當然記得, 我姐姐還拿了一份好工 是呀, 因為目擊證人 看見你姐姐離開空散浪的現場 那不是我姐姐 我姐姐有時間證人 證明她不可能在現場出現 但是那個時間證人是宋家齊 她現在死了, 我們才發現 原來她跟你姐姐的關係非常接近 她的證供不可靠 我們甚至懷疑她作假證供為會你姐姐 不可能 我姐姐和宋家齊 是因為曹占這件案子才認識 她們的關係也是乾脆發展 但是誰可以證實 散浪 我姐在感情上 你很難接受你姐姐的散浪的兇手 但是事實上 這兩宗案子都有目擊證人 看到你姐姐離開空散浪的現場 而且這次宋家齊的死 你姐姐有很明顯的散浪的動機 宋家齊搞婚外情 她太太一直都知道, 她也有嫌疑 你看 這些資料是你的手足找回來的 她們問過B座的何太太 她是證實當晚宋太太 完全沒離開她的家 但是相反就沒有人… 我沒有了 我沒有了 你不知道 血膊病毒? 是 是呀, 驗了就可以證明 你和見案沒有關係 怕不怕的 不怕, 只要你沒有殺人 驗什麼也不用怕 那我相信你了 姐姐雖然是糊塗 不過我真的沒有殺人 這麼久了 三, 請 請 請 姐姐還沒走 怎麼還沒走 你不是懷疑你姐姐是殺人兇手吧 是呀, 子晴不會這麼做的 我們還要扣留多個四十八小時 安排驗DNA 怎麼突然驗DNA 有證人看到姐姐在兇案現場出現 而且她也有殺人的動機 她有什麼殺人的動機 她也有殺人的動機 方言不是有事瞞著我吧 山, 到底有什麼事 姐夫, 鄧家姐跟你說 謝謝 清, 到底發生甚麼事? 為甚麼宋家柴兒死有關你的事? 你跟他很熟嗎? 放心, 我的DNA報告出了 警察一定知道自己弄錯了 山也是, 自己姐姐也不相信 因為你還有事瞞著我 對不起 甚麼? 對不起 其實這次是我自己拿來的 是我活該 事情你遲罪也會知道 人家說, 不如我親口跟你說 你親口跟我說嗎? 其實我跟那個宋家齊 不是普通的朋友 你走了這半年以來 我一直跟他有…有點來往 有甚麼來往? 有甚麼來往? 分愛情, 你明白了嗎? 對不起, 我知道是我…是我糊塗 是我不對 但是你回來之後我打算跟他分手 我回來你才打算跟他分手? 是…是我不對… 但是我…我只打算跟他分手 我沒有打算殺他 我真的沒有打算殺他 怎麼會這樣 這半年我每天都想念你 我每晚都想念你 我經常看這個漫畫, 我想幹甚麼 我想跟你從頭來的重歸於好 你現在告訴我你和那個男人上床 對不起 老公 老公 你不要再叫我老公 我沒有這個老婆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你